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一早是不是被阳光给骗了 中午过后就开始下雨了 而真正的变化 是从晚间开始 主要是因为热带低压 TD26是通过了 巴士海峡朝西来前进 目前是在俄罗比南南西方 这250公里的海面上 往西来移动 时速是大概20公里 预计最快在明天的上午 就有机会来生成为 今年的第22号台风耐格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是不会有直接影响 不过在今明两天来说 这个TD26的外围环流 是会让东北部地区 还有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下起好大雨 而且明天开始 由东北季风增强 也会为各地的天气 转为一个湿冷的感觉 那么变天的感受 就更加明显了 好 来确切的降雨预报 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外围的水汽持续的移入 今天在新竹以北到大台北地区 在东部甚至到了恒春半岛来说 在白天都下起了短暂震雨 包括在中部的山区 也是有一些雨势的 而在新竹以南的平地区域来说 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大致都是多云稻情 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 开始增强南下了 那么遇上台湾附近又比较多的水汽 这个南北交汇的结果 北台湾的降雨有逐渐加大的趋势 包括在桃园山区大台北地区 以至于到基隆北海岸来说 还有在宜兰等地都要开始留意 会有较大的雨势 或是短时的强降雨 那么预估这个雨势比较大的时间 会从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好 进一步 在迎风面 桃园一北还有东北部 以及东部地区来说 要注意可能会下起好大雨 而中南部的平地 在明天来说也是要注意 在午后会有短暂震雨的 至于在下周一 下周二来说 水气有稍微减少 阴风面的降雨情况 比较趋缓了 不过因为干冷的空气南下 导致北台湾天气是比较凉的 低温会下探到20度以下 那么沿海的地区风浪会比较强 所以从事海上作业的话 要多加的注意 好 温度方面 以北部地区来说 可以看到今天的高温 是还有28度的 但是明天 礼拜天 这个北部就明显转凉了 可以看到高温是只剩下23度了 而明天也刚好是24节气当中的双降 东北激风南下 这高温一下子就从28度 降到只有23度 那么低温的部分来说 是只有21度的 而这个空旷地区恐怕 还是会下探到17度左右 未来一周 北部的天气都是属于偏凉的 高温是只有23 24度左右 那么低温是在20度上下 所以外出的话 记得要多添加衣物了 尤其是早出晚归 或者是骑机车通勤的观众朋友 好 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如何呢 来看到明天开始 不只是受到热带抵押 或者是说已经生成的耐格台风影响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产生的共伴效应影响之下 这也使得北部还有东半部会持续降雨之外 北台湾在明天来说也会转凉 低温可能来到20度 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7度 所以感受上是又湿又冷 而其他地方在明天入夜之后 也会逐渐的转凉 好 中一周二来说 还是处在东北季风的环境 预计这个雨势在周二趋缓 周三之前北台湾都是凉嗖嗖的天气 而至于在周三过后呢 东北季风减弱了 天气是会比较稳定的 白天的温度就会回升 北部 东北部来说是偶尔有雨的 那么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稻晴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来说 高温明显的往下滑 高温只有23到26度 那么进入大海北地区 要留意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发生 再来是中部地区呢 高温是只有28 29度 那么低温是23 24度 同样在山区要留意有降雨的情况 往南走一点高温来看到的是 在南部地区来说 高温30到32度 低温24到25度 山区同样留意有降雨 至于东半部地区 这个高温是25到28度 那么低温24度 那么降雨的情况有比较明显 最后外岛地区呢 高温是23到27度 低温是21到24度 最后小丁两件事情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受到外围水气 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北东地区要严防好大雨发生 那么明天要有可能有这个降温的情况 低温呢可能是只有20 21度的 记得要添加衣物 我是林卫姐 广告回来也请您持续锁定